啊 树枝 申少侠 你们来得正好啊 那小姑娘什么都没说 就擅自离开了 夫人不用担心 她之前在归山上的凉亭那里等人 我猜她芭城又是去了那里 树枝 小姑娘比较不懂事 你可别对她太凶啊 没问题 这就交给我们吧 我没猜错 林轩妹子果然来在这里 我知道你是来等三师兄的 但你也该交到海下 这样一声不响就离开 那白夫人很担心你啊 对不起 我 林轩妹子 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你别哭啊 我在猜应该三师兄就跟他讲了些什么吧 聖大哥 对不起 你 多谢你们 我不哭了 我是天阳派的弟子 今天神兽左旋是我的师父 我的三师兄名叫黄虎朔 弱血通路中的那个数字 他外表看起来比我长三四歲 穿著一件深男外跑 今天神兽雷劲 皇虎生 那额头上有个蓝色印记 外表看起来也阴沉冷漠 如果神兽科遇上了他 我想应该不能认出来 本主今天神兽左正的前辈虽疑 已许久不见江湖 但光是他唯一所知的弟子 秦成刚秦师伯 就已经是足以与当今各门派掌门 引起瓶座的一代高手 秦维刚 他长份朵真 朵真人 日面出访各派 主要之处 乎不受人敬畏 这也师父也加了过我们 更在外遇上他的同派 对天阳派中的 务必须一以相待 绝对不可有怠慢之处 云轩妹子 你早些 早些说自己是天阳派弟子就好了 我 我知道自己看起来 一点都不像天阳派弟子 所以 跟圣子羽群差不多 身穿 身男外衫 怎么长得跟圣子群很像 身男外衫 这些我先记下了 等我多问一句 云轩妹子知道她 为何来汉阳城吗 三师兄说 师父收她入门 只是为了究竟监视 根本不把自己当徒弟看待 去去留在天阳派中也没用 因此她决定是把逃离资料封 来汉阳城投靠亲戚 诶 那个说他逃离的时候 已经是这个年纪的吗 呃时间点我有点错乱 就是黄谷生 呃去 去去找找那个 去去去西域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个这个时间点吗 好像是 对好像是 哎好像是 这也就是说这这段剧情是 不是吗 我怎么记得是 因为我记得之前 风姐姐有说过 她有曾经 跟三师兄下山一次过 后来被秦薇钢抓回去 然后第二次又再出来一次 我印象中是这样啊 嗯 好我们先看后面 如果是来投靠亲戚 他此刻应该还在汉阳城里 咱们在城里到处打听看看 应该会有蹤跡可循 让老夫打个岔 是的 师父在子雄宫中收藏了许多稀有的宝器 他老人家偶尔会取出几件碗赏 并向我们几名弟子展示 嗯 我想起了咱们初次去胡记智库时 有个不知从何处取得八鬼云盘的凡夫 将他拿去典当 却被那个不识货的掌柜当成废物 丢在地上 公子 公子 姚妹子这番推论十分有礼 咱们待会儿就去胡记解库一趟 言许多不来 叫我 典当子 肯定是 也会 帮你找到三师兄 你也不用在那边哭等 还是先回白家宅运去 安心等我们的好消息便是 啊 我明白 待会儿我就会回白夫人那里去 嗯 谢谢你们 這哪是在下有事想請教一下 可方便耽誤你一些時間嗎 哎身上俠不用客氣 不知道想問什麼 只要小的知道 這不敢有四號隱瞞 不知你還記得 在下初次來這裡是 有個人帶著一個青石盤 在這裡給你估價 然後被你當作無用之物 丟在地上的事嗎 都怪小的有眼無珠 那身上俠你見笑 不過小的記得那石盤應該被生肖俠有沒有取走 莫非是之後又出了什麼是爭端嗎 掌櫃無需多慮 只是那石盤並非尋常之物 所以我們想找當著那個人 向他請教那石盤的來處 啊生肖俠想問那個人叫國二 是這裡的常客 他們一家就住在城南 城東南角輕敵向敵的一處小宅院中 國家以往在漢陽也算有點積業 但後來交道 家道中落 靠著來這裡變賣 祖上留下的東西勉強過活 這甚至沒看到他們 老夫以為能賣的東西賣光了 但前幾天國二就拿出一些玉石珠寶過來 老夫雖然可疑 但他們欠了這一大筆債 所以還是收下國二那些來路不明的東西抵債 但接著他開始拿一些福祉木片之類的怪物 越來小的對那些古怪的又看不懂價值的東西 感到不耐煩 那一天才一怒之下把他拿來的絲環丟在地上 瑞蘭讀此 多謝展展示向我們詳細說明此事 在下就去青 青苗向敵登門拜訪 換好問個究竟 不用客氣 曾小強慢走 誒 真巧 這不是郭二先生嗎 別 別管那些了 幾位英雄好好救命啊 我家裡 宅院裡面有妖怪啊 求你們幫幫忙 宅院裡有妖怪 讓我瞧瞧 這是 這麼大的妖魔 怎麼突然出現在這種地方 這不是恐怖生的音樂嗎 公子 這妖魔身上 散出非比尋常的力氣 因非自然生辰之物 千萬不要低估了他的本事 這不是夏侯儀在盆沙堡 遇到黃釜森對決的音樂嗎 味道真愁 這顯然是用煉鬼術造出來的 小前輩 你的意思是 這咒鬼是被人造出來的 大家小心 咒鬼又撲過來了 我去看你多強 爛死了 啊 不過英鳳龍有說啊 呃 劍屏有說 他從小 就是 很勤奮練武啊 但是英鳳龍的顏色都 對他不是很好看 寫蠻多的 啊 我是認真打 別住 我們贏了 我們贏了 我們道具 人數為淋水 雕黃死 這咒鬼看來雖不特別 卻遠比想像的要難纏 我們五個人 還得花不少力氣殘忍 將它打倒 真是你很驚訝 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雖然 只是我脫座的護身風鬼壇 當時也花了不少功夫 其有三兩下就被我們解決的道理 啊就是你這王八蛋 為什麼不去找風鈴聲在那邊晃 哎我常被綁著 天啊 看到紅服針了 好感動哦 小兄弟 那這下沒猜錯的話 你應該就是 林軒妹子的三師兄黃虎朔了 你沒事吧 身上有沒有什麼傷 嗯 還好 不過 眼上被人拿心裁砸了幾下而已 雖然我被綁起來 在這個財房裡灌了幾天 至少沒有餓著 是林軒要你們來找我的 那人還好吧 林軒妹子在娘體等你好幾天 一直不敢離開 二到不行才不得已來到漢陽街上 然後破槍遇上我們 此刻他借助 在一名熟人家裡 正等著怎麼帶你回去呢 啊 多謝你們幫我照顧林軒 他沒事就是太好了 我在採訪你的時候 一直擔心他這幾天要怎麼過火 都怪我自己死人不情 抽離了他 這也不能全怪你 不過 這户國性人家 就是你那漢陽打算投靠的親戚吧 現在事情弄成這樣 你有什麼打算嗎 他們已經不是我的親戚了 只要把他們從我身上拿走的東西拿回來 我與他們就再也不會有任何牽扯 這樣也好 那我們在這邊等你把事情辦完 然後一起回去找林軒小妹子 也就是說他被那些人過二 綁起來了哦 應該省上了一些之前的東西 是這樣嗎 嗯 三師兄 小師妹 如果說句 副中聽的話 你們兩個人 沒有怎麼江湖激勵 把在外獨自過火 想得這麼簡單是不行的 現在皇谷師弟 找上去口號的地方也沒了 你們又是逃禮師們之聲 身上也沒有多少盤產 有沒有想過金花要怎麼打算 除了 現在我們知道林軒妹子天爺派的地址 天爺派掌門今天神說佐珍的又是一個 個性幾個霸道之人 個怕對他都禁句交加 突然沒有人敢得度他 我皇谷師弟和林軒妹子又偷偷逃離本門 常常給佐珍的發現他們兩個躲在這裡 以他暴力的個性 盛怒之下是不一定會嵌入於白家 後果可就不堪釋想了 除了 姚妹子這話提醒的事 此事非同小可 她所她派本物事物也像是大忌 更不用說是天爺派的事 林軒妹子他們倆的無論如何 都不適合再待在這裡 不老操心 是我自己決定要離開師門 天下如此寬闊 一定可以找到我們兩人容身之處 我待會兒就會帶曹思妹離開 不會給你們多添麻煩 樹枝 如果這裡不適合 那麼讓他們去林英安如何 林英安離這裡有段距離 又是處清靜的尼安 若是那裡 應該就妥當得多 多謝你們好意 我說過 不想再多欠你們人情 黃伯小兄弟 現在不是你承想的時候 或許你林軒妹子全心相信你 但從你臉上的神社 我看得出你 此刻根本不知道該何去何處 別忘了你現在不是一個了 身邊還有林軒小妹子 莫非你想帶著他流落街頭 或是在三夜裡 挨餓受動嗎 若你們有更高美的主意 那就聽從我們的安排吧 你說的沒錯 我聽你們的就是 這段時日 就麻煩你們照顧了 這段時日 這樣子就好了 果然啊 還是深少俠會說話 尹大哥 白姐姐 白夫人 多謝你們 你去妹子 那咱们待会见 我们有空会去宁业安找你们的